欢迎收看健康有方 你知道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吗 手机 它干掉了很多的产业 照相机不见了 我里面有照相功能 手表不用卖了 我里面有时间 电视也不用看了 我这里就可以直接上网了 所以它干掉了许多的行业 接下来它就会干掉你的眼睛 干掉你的手肘 再干掉你的颈脖子 再干掉你的腰椎 再干掉你的脑袋 全部都把它全部消灭了 手机让人又爱又恨 但有一天如果你看它也打不磨 看不清楚的时候 人生就瞬间完蛋了 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少代价 多少钱吗 因为这些健康用钱都买不回来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好好地保护一下我们的灵魂之疮 你看人有神吗 还是大梦梦呢 仔细看了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要来告诉大家 先为各位来介绍今天在现场的几位贵宾 首先介绍的是眼科医师 钟佩真 钟医师 女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知名的医药记者洪素卿 大家好 知名的艺员周芝君 大家好 三位有没有算过你们一天要用手机几个小时 好险我刚才以为叫我们三位算过你们加起来几岁 好 那就讲第一题先三个人加起来几岁 好 我告诉你眼睛不好已经不是老人的专利了 对 有人说老花眼是老的 荒潘布病变老人家才有 白内障老人家才有 对不起 现在都年轻人在看眼睛 我那天一看他们这个调查就赫然发现完蛋了 我好像几乎都有中 第一个 你刚才问我们说几个小时对不对 百分之八十的人使用3C没有适度休息 谁在休息 现代人很奇妙 我正在发文 我正在写内容 我怎么休息 追剧 他还要追剧对不对 晚上你又一直盯来 叮咚叮咚就要看 对 所以没有办法休息 第二个他说 百分之七属自觉眼睛疲劳酸痛却没有就医 老实说我们疲惹眼睛痠痛却去买 对 对不对 用点的 对 然后就是这样有日本小花净凉什么东西 就有一大堆 全都跟起 对 就觉得亮了 所以没有 第三个这个习惯夜间我也开灯用眼 为什么 尤其女生你知道吗 因为家里小孩跟老公都睡了 睡觉 好不容易拥有自己的自由 这个时候追的是自由不是剧 所以一定要看 现在回的不是幸福是眼睛 是 所以就会一直看 所以这样 然后呢 第四个 百分之四十五躺着看山西 都累一天了 那很爽你知道吗 都累一天 最大的幸福感就是躺在沙发上 还有床上上越坐越低 越坐越低 是抒压的方法 重点是第五个叫做 百分之三十一在晃动行游 是使用山西 因为第一个 你看捷运上要看 火车上要看 公车上要看 走路的时候也要看 再来那个看字就要四声 看 延伸都完蛋了 对 所以你刚才说老花眼已经不是老年人的 专利 我最近听到一个最离谱的案子 是一个十二岁 十二岁的男生 十二岁小学上国中 对 然后他就放暑假 大玩特玩 手机完全不离开自己的手 就一天电动狂烷 狂烷之后去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现 看黑板老师很清楚 黑板很清楚 看书 书不清楚 怎么会 十二岁 想说怎么奇怪 书开始讨厌自己了吗 虽然一开始也很讨厌 后来说不对啊 看得远的清楚 近的看不清楚是回事 很奇怪对不对 不是 帮他带他去看医生才说 你怎么会 这是老花眼的症状 但是这可能是假事 十二岁 可能是因为他的结状机调节 在长期使用下出现了障碍 就有一天 我真的是突然间的 晚上上睡起来 就像刚刚淑欣姐讲的 懵得远远的看都很清楚 可是我近看手机 是刚刚睡觉的时候 又压到眼睛吗 我就一直揉 一看看不清楚 但是我拿远的 我竟然看得清楚 然后我就上网去问 在FB上就问很多朋友说 我这个症状到底怎么了 是我带了硕情片的关系吗 还是怎么样呢 就问一大堆问题 就有一个艺人叫焦志芳 你知道吗 焦哥 他直接很狠地回答我说 赶快去看医生吧 你这是老花眼 我说怎么可能 我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老花眼 后来去看医生 真的就是 有提前老花的一个症状 然后原来就是我长期 就没有保健自己的眼睛 后来医生就规定我说 我现在整天24小时 加起来绝对不可以超过 就3C用品 不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必要的时候看一下 但是要再休息一下 然后要多吃一些 对眼睛有帮助的保健食品 然后多看绿色 所以我每天的 每个礼拜的假日 我都去看那个 河滨公园那个草皮 然后很乖乖地吃一些保健食品 或是对身体有帮助的 什么绿花椰什么 我都吃 反正这样非常保护我的眼睛 我现在快要失去它 之后我才知道它的重要 所以以前人家讲说灵魂之窗 对 眼睛其实是很受伤的 中医是 是 真的 像听到刚刚这样分享 其实不得不说 就是说很多眼睛的疾病 当然说随着年龄 它慢慢就会有退化 可是现在大部分人就是过度用眼 你提早的使用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眼睛 眼睛是一个 算是这个造物者 造出来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高阶的摄影机 照相机 那眼睛呢 我们如果把它比成造相机 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的前面的镜头 是 那这个是 对 我们来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是我们的眼球宝宝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球 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角膜 就黑眼珠 那这个是我们的水晶体 那这个呢叫玻璃体 正常的玻璃体 它是有点黏黏的 像那种胶水的形状 像大家吃鱼眼睛 一咬不是 出来会有那种透明的 这个就是玻璃体 所以有绯纹症就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支 对 很多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水晶体 水晶体呢 就像我们照相机的镜头 它是自动调解 看远看镜 那谁要来管理这个镜头呢 就是我们的结状机 就像光圈 外面的一圈 对 你照到光 看镜的 你的瞳孔大小 肌肉收缩 放松都会改变 像刚刚资军讲的说 为什么会突然看镜的 对不到焦 其实就是我们的结状机 过度使用 那你常常虐待它 它就罢工给你看 所以呢 它就说 我就不调光圈了 所以呢 现在呢 你看远也不清楚 看镜更模糊 因为对不到焦 那就是说对不到焦 当然我们俗称叫老花 老花一般其实都 40岁左右才会有 可是现在确实我们在门诊 像刚刚苏青分享的 甚至12岁 那就是说年龄 当然是一个原因 可是你过度使用 你就让它提早的老化 对 那一方面呢 如果你使用的 不只是看书 像刚刚讲的这些习惯 可能就是说3C产品 它还有我们常常讲的 蓝光的危害 对 所以它伤害的呢 可能不止结状机 它甚至这个有害的蓝光 进到眼睛 如果长时间 近距离的使用 它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一般讲的 黄斑部病变 就不是单纯说 看镜看不到 你可能看东西 看一个人的脸 怎么觉得 它的脸怎么五官 有点扭曲 甚至到中间 觉得它脸 暗暗黑黑的 那像白内障也是 你如果长期在这种 有害的光线下 也有可能让你的水晶体 从透明的变成浑浊 那你看东西照相 也会模糊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眨眼次数 会减少 因为我们很专注 对 所以眨眼次数减少 会让我们的眼睛 表层的泪液 在它分泌下一个泪液之前 你都还不眨 所以它眼睛就干掉 干掉 对 那所以很多人 长期使用这个3C产品 就容易有干眼症 或者是叫电脑视觉症后群 对 这个都是现代的眼睛 慢慢年轻化 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保养是有配搭的 不是只有靠哈姨 OK 待会告诉你 怎么保护眼睛 好 我们下期再见